我 哈嘍大好奇 那我們今天就在下面隨便聊隨便打環節了那現在是我們這個凌晨4點17分的時候啦那又到了這個哇 非常非常忙碌的這個時間點啊你就看到這麼早就是在錄影片的話就知道還沒睡覺啊所以我們今天 來聊個這個床邊故事之後就馬上來去 睡覺啦那今天就來配上我們這個愛情死巷子了啊最近感覺好像沒啥好聊的耶我們基本上能聊好像都 聊得差不多光了是不是對啊大家有跟我講說這個 喵樂丸這隻啊聽說這個意見比較強啊所以我們今天就來 再測試一下看一下喵樂丸的這個意見究竟能不能就是 打出我們好成績好不好然後 看一下喔這邊的話對他已經有那個我們就來 細胯買幾雷啦 那最近大概可以跟大家聊大概就是暑假的這個環節啊不知道大家現在暑假都在幹嘛感覺好像有 越來越熱的這種感覺了以前暑假的時候好像 那還沒有就是到這麼的誇張但是這一次真的是 頂熱的各位對不對 好這邊看起來這個 喵樂丸的這個意見啊確實也是這個量產性到一個不行的這個東西 但是實際上還是要看一下就是 打我們就是那個天使豬豬那些啊能不能就是 打出我們的這個好成績啊 畢竟這個天使豬豬可能還是會把我們給弄死喔 然後這邊看一下能不能就是 先弄一隻那個誰 弄一隻 龍弓獸出來 來囉 龍弓獸先弄一下出來 沒有問題龍弓獸出來囉 那就直接往前走囉 晚餐就在這個晚餐館確實是 感覺頗硬到邦邦的耶 但是我們只要順利的就是把這邊給打掉的話 我們應該就可以那個 我們應該就可以叫出我們最棒的這個龍了 來了 好叫出來了 叫大龍各位 但我覺得這個天使豬豬應該還是會弄死我們好不好 這個一階跟二階啊 因為之前有聽過大家講說好像一階比較推薦這個 我們是什麼 我們這個喵若丸也就是便慶啊 但我自己個人自始至終一直都是在用這個 便慶大致的這個環節 不知道大家會推這個 一階還是二階呢 大家也可以跟人分享一下 那暑假最近的話感覺如果你們有要出國的話應該日本也是個不錯的選擇吧 因為日本最近的日幣疊的超級無敵多 有沒有暑假安培就是出去 國外玩的朋友們 因為根本就是哲平的這個假期啊就是基本上都不太是會放這個 暑假或是寒假 因為暑假跟寒假的話是我們這個 因為你們休息嘛 所以我們這個錄影片啊基本上是 比較多人會看的其實根本沒差因為我是一年365天都沒在修的 對啊好像根本沒差 所以好像 好像有沒有放什麼假都沒什麼差 但是 盡可能就不會選暑假就是去哪邊玩啦因為 暑假基本上大家都是人幾人的 不知道大家會是喜歡就是那個比較多人一起就是做活動嗎 還是你們比較喜歡就是 去挑就是平常可能比較少人的時候去逛一些地方 因為我自己個人是不太喜歡就是太多這個 人幾人這個環節 大家可能會以為哲平就是一個 我是一個什麼 伊人吧 因為愛人就是內向人 其實 伊人就是外向人 大家可能會以為我是 伊人我很喜歡就是在外面跟一大多人待在一起 其實沒有我是一個愛人 我還是比較喜歡一個人 獨處 我需要有一 就是 一天需要有一些我自己的這個獨處的時間 但是如果 出去外面的話基本上啊 我就是 可以嗨很久 其實大家根本就是認識哲平的人 就完完全全沒有想過就是沒沒可能想到哲平是個 是個愛人 哈哈哈 大家都覺得哇這邊超瘋的應該是個伊人 但其實我有時候瘋起來我只是因為 因為就是為了讓大家就可以就是 順順利利在那個場合就是大家都開開心心了 我才會就是去 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 當如果發現就是那個場合有人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我就會就是 比較比較 安靜的在旁邊 或是等別人有來找我或幹嘛的我才會就是跟大家 追捕聊天 不過這邊我們最後還是大贏 但是我覺得最大一功勞應該還是這隻吧我們這個大霸龍 因為大霸龍一直不斷讓這個天使敵人就是 往後退了 所以今天其實 MVP應該是要給大霸龍 不過就是想問大家就是大家有跟我講說就是喵落我喵落完了就是變性這隻話好像是 一機會比較厲害 你們覺得呢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因為我自己目前感覺起來的話我還是比較喜歡這個 變性的這個一錘定音啦 直接錘彈啦好不好真的就是直接 蹦個幾下我們這個天使敵人就沒了 那貓肉玩的話基本上他就是一個 比較量產系的這個角色 但是實際上我看一下喔 他是很耐打再加上就是超級傷害了 所以有可能這種東西就是這種角色在這邊的話就付出了很多但是 我都沒有看到那反而是那種比較大隻看起來比較帥 那錘個幾下我就覺得他們很厲害 但其實搞不好 根本就沒那麼厲害這樣子 就看他是 如何去判斷的 好不好 再來是 燒肉可別燒綁 這應該是這個章節的這個最後一關了 來看一下囉 這關我記得是單挑關嗎 對不對 是那個單挑關來了 單挑關 這邊的話應該是要用誰啊 我忘記了我好像是用弗弩喔 對對對我好像是用弗弩 弗弩先別 對用弗弩這個開燒 然後再用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跳跳貓 弗弩應該就是這關的關鍵點 好不好 只要弗弩順利的把這個 獅子獸給斃了 一切都好說 你先要先避這隻熊嘛喔 這隻熊避了然後再來就是換這個獅子獸了 不過這個獅子獸要被避掉好像是 比較偏難一點點的喔 沒事這邊 哇這熊還沒避呀 這樣一個緩速 緩速泡來啦 熊熊避掉沒問題 我去還沒死 哇哩咧 這個跟我的劇本型的不太一樣喔 我以為他 馬上就掛了好掛了 掛了之後的話這邊應該是來個咒詩吧 咒詩是不是被舔爆啊我記得沒錯的話 好像沒舔到喔 水水水水水水水 要要要要這樣要這樣 反正我們的咒詩只要不要被舔到我們一切都好說 可以先把這個獅子獸弄死是最好 好喲 看來是有機會喔 再一個 開 開5什麼 開什麼貓 貓女 打開貓 然後那個掛那個掛基本上就沒什麼問題喔 試一次掛了一切都好說了喔 試一次掛了太陽就出來了喔 OK沒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噴噴然後接下來就是那個誰 鴕鳥環節的喔 來了鴕鳥來了 但鴕鳥這邊的話應該是可以被我們的這個 這個咒絲跟黑凱弄掉 沒問題耶各位這一次 那個三星確實舒服啊反正主要是那個 我們咒絲這邊直接把那個 這把獅子都避掉了那就沒什麼好說的 來緩速一下 完了 好像有打到 黑凱拜託 黑姐拜託弄一下 然後咒絲這邊打一下nice 喔有了贏了好不好完美無瑕完美無缺 OMG 這樣就對了這樣就對了可以喔 嘿嘿各位恭喜恭喜啦 那這邊的話呢就順利打贏我們這個 燒肉可別燒綁子這個章節真的是卡澤民還蠻久啦從第1關那個就是 袋鼠到後面喔真的是 有夠難打的好不好但是後面的話我們還是 順順利利的用了自己的這個時時便便亂亂亂打法 還是通過了喔沒有問題 還好了 水棒的底圖然後就是這個 30喔 那我們這邊剩下基本上就只剩下這個 7關的這個環節 看一下 這邊 1234567 真的只剩下7關了一個位 快打完啦 OMG 再次 喔 這是那個 就一關了 千年零售的這個林峰 哇之前是用這套隊我來看一下 究竟還能不能再弄一次 哇啦這個只有一關 我記得後面好像有一些關卡就是只有稍少的這個一點點而已 偷懶喔 偷懶偷懶喔 這關好像是這個 哇海蝶跟魚尾獅的這個關卡 然後這邊的這個不死惡魚超多位但是 我們上次之前的這個隊伍是沒有帶上任何打那個不死敵人的這個 角色耶 我們是直接跟他硬碰硬 你把他打到一個爛掉然後我們才那個往前進 腰了個咻 喔 打死 那邊帶一點這個 章魚狐貓喔因為章魚狐貓這邊是可以擋掉這個 魚尾獅的這個波動的 先把這個波動先解決 哇哩咧 定下 先把那個 會鑽地板的這個切東西都給他定一下 之前是用這套隊伍 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構思啊才會用這套隊伍 我也不知道當初可能就是想要玩那個吧 想要玩那個 美女神物幹嘛的嗎但是這關感覺就是沒有任何這個紅色敵人啊 有時候我真的是蠻欽佩我當初到底是怎麼組的不過 異星感覺就是可以隨便打啦 對吧異星就是隨便打所以我們之後才會如此的辛苦 哈哈 有沒有想說 請清聳聳 結果 只是先 先乾後苦啊我的天 你先快樂然後後辛苦這樣的感覺 現身這個 機位中的這個記憶之窮我覺得現在只要努力先把這個 魚尾獅給避掉 我們就可以料理那個 後面那隻海蝶了然後這關基本上就只有一關啦 所以應該還算是 定OK的不會太恐怖 不知道我覺得這邊 疊了一大這邊那個什麼疊了一大對這個不死鱷魚確實是緊張一點點 那沒關係 可可待地來啦 員工決決輸出來了 各位 這邊感覺好像帶可可待地或是帶那個異星的這個美女神都可以 反正只是要就是 清一下場而已 把那個 敵人就是努力的這個射爛 因為他這個是無屬性的這個魚尾獅 所以 就算是哪一隻也完全沒問題 再來就是我們這個 異星的這個疊疊環節啦 但這關我覺得應該是還行的 等下等下等下等起來 好那我們今天主要來說問大家就是啊 你們覺得貓洛丸跟我們這個變性 你們自己會選誰呢 你們覺得誰哪一個這個形態最好用的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以前真的都是一直在用我們這個變性的這個形態 所以比較 比較少對那個什麼 少對那個誰 少對那個 貓洛丸有一個比較了解 因為變性這邊垂個底下就爆了 喵洛丸這邊的話 他的量產速度也是 挺快的 而且可以一直產一直產 搞不好他剛剛我們那個關卡雖然看起來像是 別人的功勞 但搞不好其實我們這邊這個喵洛丸有做到一個 不錯的這個效果 大家可以就是在分享一下你們覺得喵洛丸比較厲害 還是我們變青囉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 掰掰 來 耶 耶